大家好,今天和大家来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还要几分钟车就去到港铁站 到底在哪里就是西沙路十四项了 这里接下来会是住宅发展重头器 介印将会有更慢火铁大型项目落成 由单一发展商新鸿基地产发展 想象一下,以火塑规模计对比同一个发展商 在越南Yofu系列还要大 而且差不多相当于两个黄竹喷站 港岛南望的规模,你怎么可以不留意呢 附近的配套已经准备就绪了 包括我身处的全新地标Go Park 西沙Go Park连同Go Park Sport 正地成130万呎 集运动、娱乐、餐饮、消贤于一身 不止有前港队教练开办的剑击学校 Pi Setra 亦都有公众高尔夫球练习场 网球、棒球、篮球、Pickelball 泳池等体育设施隆隆种种 传统和身兴运动并重 陪育小朋友做运动变账 餐厅、超市都陆续进驻 还有两万多尺的室内场馆 运动比赛、娱乐表演都照顾到 绝对是运动消贤的黄金地标 不止做运动的 这里更是亲自好去处 有儿童游乐场和大草地 还有宠物公园 无鞋一样合适 西山这里的广阔海景 加上翠绿山景 真是很Chill 已经想象到住在这里有多舒服 整个住宅项目总共约9700佛 称得上大型综合发展项目 基建当然都投入了大量资源 开车的你可能都有印象 西沙路不时都会失车 发展商直接扩阔道路去到四条线 车流量倍增 去屯马线乌溪沙站只需4分钟 去东铁线大学站也只是8分钟 8巴士直达香港厚花园西贡 新开的巴士线来往乌溪沙站 大学站马鞍山和白石角科学园等 方便日后居民出入 发展商还建了三条行人天桥 隔阴屏障 单车径 框阔行人路等民生设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连设计也特别用心 原本这区老旧的排水排污系统 发展商也一次过处理埋 耗资几十亿令西沙社区 换言一身 水光三色全新社区 接驳双线铁路便利 兼向运动消贤地标 西沙大营综合发展项目 进驻城市六周 你准备好没?